中国女星范冰冰的逃税案调查结果 在10月3号被中国官媒新华社罕见的高调公布 当局要求她在规定期限内补缴将近9亿元人民币的税款 虽然范冰冰贵为一线女星 但根据福布斯杂志计算2014年到2017年间 范冰冰账面收入只有7.94亿元人民币 要负担这笔天价罚款看似存在困难 不过此前曾有中国媒体指出 范冰冰出道20年 在过去的影视生涯已经累积28亿元人民币的身价 甚至在她被限制出境的消息传出以后 有网友在微博直指范冰冰拥有60.78亿元身价 堪比富婆 范冰冰能否在短时间内拿出这么多钱缴清罚款 引发外界关注 随着调查结果公布 范冰冰本人也发声明道歉 表示自己近期会努力筹措资金补缴罚款 而苹果日报引述中国媒体指出 今年8月中旬有房屋仲介在微信发文 表示有屋主要低价出售北京多处社区一共40亿间房产 初步估计房屋卖掉之后可以获利10亿人民币 恰巧和范冰冰要筹措的罚金差不多 眼前网友还发现在这些要出售的房屋当中 包括北京棕榈泉社区 可是当地知名的明星社区 住有不少中国名人 外境不免议论纷纷 背后卖家很可能就是范冰冰 此外现在也传出范冰冰的未婚夫李成 为了帮她凑钱 打算卖掉童年时期住过的四合院 李成之前曾经在综艺节目当中 公开这间位在北京二环的四合院 依照当时曝光的影像看来 这种四合院不是有钱就能住 在以前只有党政等相关官职 才能分配得到 价值估计约8900万人民币 不过消息尚未得到证实 阴阳合同事件重创范冰冰的名声 也波及到她的演艺事业 主演的电影和电视剧上映遥遥无奇 手头上的广告代言也一个个飞了 根据中央社报道 范冰冰在逃税事件爆发以前近两年 全球品牌代言至少有100个左右 但现在都已经被陆续喊停 还可能因为名声影响而被迫节约 甚至被广告业者索赔雪上加霜 新闻时事报记者陈佑佳整理报道 明镜新闻台 明镜新闻 掌握世界 及时收看新闻大事 请立即订阅明镜 明镜新闻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